8点51分 3月11号 朋友们 我们听听这老哥啊 高人论道 刚才看到白宫发言人又说了一番话 哎呀 非常的令人担忧 美国不会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就会派兵 美国要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呢 这场战争呢 就是在拜登这种纵容 甚至是诱惑之下发动的 所以说他们 拜登呢 就是想利用乌克兰人民的鲜血和生命 摆脱他在国内执政的空境 对反对手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立场 自己的价值观的取向 我们说拜登政府在利用这场战争 改善他的民意支持度 甚至是掩盖他在国内执政的那些错误的政策 但是不能够原谅始作俑者 元凶普京 人家诱惑你 你就去强奸的 还有 你从一路走来 你就是想通病 甚至收回来所有过去从苏维埃 苏联脱离的那些国家 你在这个21世纪 依然保持着二战时期的那种地缘政治里面 仍然保持着沙皇的那个帝国思维方式 你就是一个过时 一个活化时啊 所以任何借口 就是百约的绥靖 德国的绥靖 伪善 拜登的阴险很多 都改变不了 你是一个侵略者 你是个元凶 这个事实 所以很多人非常喜欢把这两个问题哄在一谈 指责拜登 或者说拜登的坏痕 阴险 而就放弃了指责普京这个始作俑者 这是两个的问题 不能混在一块的 所以呢 普京 这个孙子 这个傻逼 又是再一次考见他的人性和智慧了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从他那种狂人疯子的状态脱离出来 战争打到他现在 基本上常规的战法 他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 乌克兰军队根本没有任何损失 但是俄罗斯军队丢回卸甲 甚至投降 成批的投降 在这种状态下 所以普京 这个战争狂人有可能使用 这样束核武器和化学武器 这是非常令人感兴的一件事 但是在如此状态之下 美国有能力阻止普京使用战术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 美国居然放出这些话 就像当初战争开打之前 普京下决心入侵乌克兰之前 他们说出的同样的那方法一样 等于是就是要让乌克兰人民流血 让乌克兰人民以生命为代价 出品人关于下 游���探想 有关于平民主科 关于� wcze First 他在瓶顿 Тин called 你最难做了这些话 战争打到这份上 俄乌双方的军人都找到了人生目标 乌军以俘虏俄军为己任 俄军以投降换欧盟移民的门票为任务 双方都充满了默契 突然很羡慕俄国军人 这才是双赢 不过俄军投降了就能去欧盟吗 这个不成立啊 他就解脱了